現在樹的颱風 如果變成熱在地下 你千萬不能小虛它 再講海葵颱風 已經對台灣造成了一些傷害 然後我們看到 它對福建造成傷害 對香港造成傷害 現在居然跑到了廣西 而不是只有台灣 這個海葵颱風非常怪 在地中海有一個丹尼爾颱風 丹尼爾颱風 我們直接講 它對希臘已經造成非常大傷害之後 沒有想到它又跑了 跑去哪裡 跑去利比亞 跑去利比亞之後 它現在還去埃及 可是它現在對於利比亞 造成了無法想像的災害 是 它們現在講說 這有可能是利比亞史上 最嚴重的一個暴風 所造成的災害 到目前為止 有史以來 有史以來 因為到目前為止 它們有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叫德爾納 在德爾納城市 它們大概有十萬人的城市 它們說週末的這個 Daniel Storm 這個暴風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有五六千人下落不明 然後非常恐怖 確定已經死亡的 已經找到那個遺體的 大概有150人左右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五六千人到目前為止 還下落不明 所以現在包括 全世界各國的媒體 以及紅十字會 都已經要潛入到現場 看到什麼狀況 他說整體事件是這樣 因為經過24小時 一個暴雨之後 然後尤其是它的一個 河水暴漲 暴漲之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它有兩個老舊的水壩 兩個老舊的水壩 竟然整個就沖垮了 潰堤 潰堤 完全潰堤 所以導致整個社區 都埋在了水裡面 那麼現在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有一些部分地方 它還看得到就是說 你看這個是當天晚上拍到的 那個整個路面 幾乎全部都變成了河流 所以它這個拍到的畫面 就是水壩潰堤之後的狀況 然後就有的人說 我們一開始就發現不太對勁 所以我們趕快撤離 但是在那個村落 以及那個城市 還有很多人根本就下落不明 完全不知道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它就說到目前為止 他們這個地方是這樣 結果這個城市是屬於 東部的一個軍政府 左管轄範圍 那這個軍政府左管轄範圍 他們總理是說 目前為止至少有數千人 可能會造成災害 那因為水都還沒有退 他們經過的地方 可以說是橫屍遍野 但是究竟造成多少人的一個死亡 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確定 那只知道現在水退的地方 真的都是橫屍遍野 而且它的傷亡程度 可能跟摩洛哥的地震一樣 對 因為為什麼摩洛哥地震 目前為止已經知道是兩千人 但是他們就說 現在大概已經知道 是數百人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這個城市裡面有十萬人 十萬人之後 光是下落不明的 都還有五六千人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是有點擔心說 等到水退了一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才是真正一個 死亡人數的開始 串生浮暴的狀況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颶風 這個風暴 事實上也是上週末的事情 看到那個水到現在 還沒退 都還沒有退 所以真正的死傷人數 可能要等水退了 才有辦法去算出來